新版英雄王剑有多强呢 兄弟们听说新版的英雄王剑自带bug 那今天我必须来试一试这个bug到底有多厉害啦 首先咱们还是得老老实实把新版的英雄王剑给锻造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觉得新版英雄王剑厉害的请扣1 觉得老版英雄王剑厉害的请扣2 也不害怕 好了这边新版的英雄王剑已经锻造好了 不过首先还是让我们看看他这个技能到底有多强大 哎呀这感觉太强大了吧 那接下来的话咱们给他装设一个好的武器配件 让我们的新版英雄王剑在厉害的技术上更是尽上添花吧 好了前面没好的没关系继续对话 哎这不就出来了吗 我们的紫色磨刀石啊 那接下来的话就让大家来见识一下我们新版的英雄王剑 自带bug的他到底有多么强大多么厉害吧 二哈你看我那个剑气是不是有很少整个失业之类的感觉啊 老大不用说今天主角不是你而是我们的英雄王剑 如果老大你不相信我说到你就拿了个哥布林技师来试一下英雄王剑的技能 到底有多强大吧 哎呀哎呀这个也太强大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不可能 好了刚才没有给大家表现出bug的方式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个bug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大家一定要看仔细这道剑气 是我再没有进入boss房间的时候释放的 而这边的话我们进入雪神大元王房间之后 根本不需要释放技能 这个boss的血量就没有了 太厉害了吧 好了刚才没有看清楚了 那接下来再来一气和神的看清楚哈 先在这里释放一下这个剑气哈 有出有戏不管 反正他的伤害是绝对爆棚的 来来来剑气一放 咱们直接进入彩蛋兔的房间 我们看好了看好了那个彩蛋兔 哎呀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What 好了兄弟姐妹们刚才新版英雄王剑的bug 大家看清楚了吧 接下来的话咱也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启新版英雄王剑无敌bug时刻 看看这些boss是怎么被秒掉的吧 第一个boss圣诞树人进去之后我们看看是怎么被秒掉的 哎呀直接被秒掉啊这也太凶惨了吧 第二个boss大骑士 同样也是直接被秒掉啊 第三个boss骷髅王 这骷髅王还没过来也是同样被直接秒掉啊 第四个boss非常非常可恶的游女王 看他今天能不能隐身 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 直接被秒了 第五个boss火山沙桶 看他今天能不能钻地成功嘛 同样还没钻地直接也被秒了 第六个我们的飞龙幼崽看看他俩能不能团结起来对抗我们的英雄王剑 或者说能不能多坚持 还是被秒了啊 第七个就是我们的大巫师了 看看他能够坚持多久了 好了进入游戏之后 这玩意儿哈 看来还是能坚持几下的 还坚持了四下 哎呀不错不错还能反击 足以说明我们的大巫师还是有他的强大之处 你看我们最后直接把他给秒了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瓦坑同步 这玩意儿平时也是很扛逮的 今天就让我们坚持一下他能坚持多久吧 哟哟哟不得不错 这家伙还是挺硬的嘛 你看坚持了这么久 有秘法就是不一样 可以直接忽视我们英雄王家的伤害啊 但是当你显星的时候 直接就是被秒的时刻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了